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胡老闆 今天在幹嘛 今天我昨天晚上收到了FSD Beta 10.8.1 然後它的這個更新是2021.44.30.5 這次比較特殊是我要拍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我把10.8.1的這個Beta 跟之前我們幾個做測試 我記得好像是10.6跟10.5吧 還是什麼的 來同樣的一條路 來看他說現在10.8.1跟之前的這個軟體版本呢 差別在哪裡 我們會以之前有開過兩個地方呢 很簡單的路給大家看看 看看說大家可不可以在那個影片上的比較看到差別在哪裡 好那我們二話不多說我們就上路吧 好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螢幕上頭我已經設定了 好那我們一樣呢就是第一次的這個路 好那我們一樣呢開FSD Beta把它打開 然後呢設在速線的25我們讓它開 那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路上的車子其實比較多 所以它可能停的車它就出去會比較慢一點 不過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它這次開出來 好它以為會撞到但是沒有啦只是緊急一方萬一 那螢幕上可能有點不一樣 因為之前大家有跟大家講說有個更新是加了那個打方向燈呢 左邊或右邊的時候呢它就會多個這個攝像頭打開喔 那還是一樣喔它還是非常非常的小心慢慢的開 那之前呢大家應該注意到它靠右邊的要右轉的時候會不會靠右 之前後來有是說有一個更新式可以增加說 車子會到那個我們講Bike Lane就腳踏車線上頭 會靠右一點那剛剛呢那邊因為它沒有畫出來 所以它就並沒有改 還是一樣讓它自己開慢慢前進喔 注意到車子是藍色看到沒有 因為剛剛對面有來車所以它比較慢一點 但基本上呢也算是穩定啦 加速還是帶加強 加速還是帶加強 好這次右轉大家有沒有看到它靠右了有進到那個我們講的腳踏車線裡頭喔 當然沒有貼的很近但是還是有 那我們到達目的地了喔 好那我再去設定另外一個地方給大家看看喔 好我們順便來給大家看看喔 這次軟體更新裡頭有什麼東西 FSD Beta 10.8.1 2021.44.30.5 好我們一樣把Release Notes打開喔 那據我了解呢 這次的東西沒有改太多 主要有一個重點是之前呢 車子會是說你如果犯規三次喔 也就是說是你如果 緊急煞車或車子一直提醒你要接手 你沒接手或者怎麼樣啊 你只有三次機會呢 那之後呢 FSD用AutoPilot的功能它就會關掉 不讓你用直到是說 你看這邊有寫嘛 直到是說你那個車子停下來呢 重新再開喔 那這次他們現在是把它改到5了 所以是你有5次機會 因為主要的時候大家之前一直在那個抱怨是說 很多時候是車子自己在犯錯 並不是我沒有注意啊導致這樣 所以特斯拉把這個增加到 從3增加到5喔 那其他的東西就跟上次的更新差不多喔 也就是為什麼這次是10.8.1 而不是10.9喔 所以基本上改的東西沒有很多 好啦 那我們來設下一個那個定點 來給大家看一下 從第二條路跟我們之前開的那個 兩個差別在哪裡喔 好我們這次不一樣的是 我這次呢 基本上是停在路邊的 那我一樣喔 也是把那個地圖設好了 FSD Beta 準備打開 我們一樣也會設在25英里的那個線速 讓它自己去跑喔 好我們就開始吧 喔這次很順 好 一樣喔 車子在看角落 看到有人 來 好沒關係 不影響走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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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麼寬寬一條路就要跑靠右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还是一样喔 加速还是会有小心 那主要刚刚是因为路有点凹凸 所以有些时候它的加速会比较谨慎一点 所以会突然一下快然后慢 因为它担心说是不是有个很大的斗啊 或者是有个坑 所以它会注意哦 左转灯 旁边有新人不影响继续 大家有注意到我其实蛮仔细就是尽量不要去碰方向盘 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它真的在干嘛 如果有些时候就像我刚刚讲 我如果太经常这样子的话 它常常有时候会骂我说 你赶快手要放到方向盘上头 有来车所以它比较保守 好继续 我跟我另外一朋友呢经常有一个论点就是 特色啊车子哦在转弯啊或者车子比较复杂的时候 哇开车就很很慢 然后突然一下碰到直线呢 它非常有那个 这就是有有 非常有把握的时候 它就哇冲的很快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还要还要再改善的东西哦 还一样现在是等左转 很顺 OK 哎哟 地上有东西 它还是有点像小屁孩一样 这个还是它要继续加强的东西啦 有时候看到影子啊 或什么它会怕 这里都还OK 你看就像刚刚这样 我常常有讲说它有的时候很 它很有把握的东西呢 它就转很快 没有把握的东西它就哇 慢吞吞慢吞吞 那这次在荧幕上大家可以看到 Speed bump就是那个 要你减慢的这个这个地上的那凸起来的这个这个 这个路障哦它现在是看得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它上头有画出来哦 虽然是说它并不是百分之百每次都会结束的但它至少有看到 已经画出来了 好 那我们一样哦第二个地方已经到了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好 好我们一样接手哦 我个人的感觉整体上来说呢有很多功能的部分它变得比较好 比方说它在某些不能说百分之百啦 而且在影笔和上头其实说穿了并不能完完全全 给大家看的非常清楚哦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最近的这个更新就是它在右转的时候会进入脚踏车道 那我们之前呢因为它不会的关系呢在加州大家开车是有这个习惯 所以往往是你在等右转呢结果呢旁边就突然有个人从旁边转过去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蛮危险的 那特斯拉因为这样把这个更新改了以后呢它就会走脚踏车到了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啦 那当然以车少情况下呢我才会用FSD配短 车非常非常多情况下以现阶段因为是测试软体嘛 我自己也是会就是非常小心 所以我还是我没有把握的时候我尽量不会用它的软体哦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不知道大家刚刚看了这个影片的差别 有没有看到哪些东西呢 可以在下头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哦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记得在下头留言哦 我会一一回答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 以及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 那我是胡老板 我现在去买咖啡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 są 好 这边 disclaimer在转那个手机台 好那假的數不夠 前面有一個轉彎我一直每次都覺得說它會不會成功 是要一個左轉然後呢很短距離要馬上 對不起喔 一個右轉然後在很短距離要馬上左轉進plaza 我很好奇車子有沒有辦法成功 有轉彎道的時候它就不會靠右 這個我覺得有點傻傻的 沒車算你運氣好沒車趕快跑吧 可以嗎 過得去嗎 過不去距離太近了 它還是沒有辦法 好可惜啊 對它就要重新跑到了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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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